4月26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 双方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主席在谈及中乌关系时指出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方愿同乌方一道 把两国互利合作向前推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索副所长韩璐表示 习近平主席此番表态 表明了中方对于继续推动中乌双边关系发展的坚定意愿 咱们和乌克兰实际上建交31年以来 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很稳定的 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了 2019年斯林斯基总统上台以后 中乌关系也是一贯的维持着以往的轨迹向前推进 这次习主席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 实际上也是强调了中乌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表达了我们中方对于继续推动 双边关系的发展的坚定的意愿 此次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时 习近平主席再次阐释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核心立场 韩璐认为这对于外界进一步理解 中方立场有重大意义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我们中方在乌克兰危机立场 是坚定的也就是劝和促谈 这个我们是非常坚决的 那么西方经常是以这个为诟病 认为我们只是提出主张没有去实践 那么实际上从今年以来 中方采取的在外交上一系列动作 反俄还反共反华 恰恰就是证明我们在乌克兰危机 解决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袖手判官 我们是以实际的这个行动 去来实践我们的这些主张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刘旭表示 中方在与各方充分沟通后 再和乌克兰进行沟通 表明了中方在调解方面不是在做样子 在这样的一个沟通之后 然后我们再和乌克兰进行这样沟通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符合逻辑的 就是它体现了我们确实负责任的 然后我们也愿意经过一个长期的沟通 就不是说随随便便 做一个样子来进行这样一个中立的 这个调解的行为 而是我们说在有一定的把握了之后 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体现 咱们国家的这个比较负责任的 有这个国际担当 要信守国际承诺 有一个和平的这个国际立场 在同泽连斯基总统通话中 习近平主席提及两项具体举措 一是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赴乌克兰等国访问 就正式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二是再向乌方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基础上 中方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刘旭认为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 有助于中方更直接的参与到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过程中 中方愿继续为乌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体现了中国确实在履行全世界人类共同体的理念 我觉得派特使的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 能够使我们更加直接的参与到 我们说劝和触谈的这个过程中 它是有一个全权处理这样的问题的 就相当于我们政府的总代表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多的避免 这些既有这些行政的障碍 人道主的援助其实它体现的是 全世界人民一个共同的愿望 是一个和平的愿望 我觉得进一步的增强这方面的一些援助和实际上的一些措施 体现了我们中国确实也是在履行 这个全世界人类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理念